關西機場是來到大阪畢竟的第一站 這次最旅速要帶給你最詳細的 關西機場交通攻略 從機場的設施到各種交通方式 滿滿的資訊一次整理給你 趕快把這支影片收藏起來 下次來到大阪就平平擔心啦 我們就到關西機場了 然後這一次最主要會來這邊 就是因為很多人來大阪都覺得很惶恐 因為關西機場雖然看起來不大 但是也許是有一點點複雜 所以我們這一集就決定來超級無敵 特別詳細的來說明 就是關西機場到底有哪些交通方式 然後到底每一層樓有什麼東西 那如果你是有計畫要來關西 或是要來大阪的話 這一集絕對是超級乾貨 乾到不行 乾到配水的那一種 好 那就大家期待一下吧 那我們現在是從海關一出來 然後就會看到這個很狹長型的關西機場 它其實是一個對稱的 就是你往右邊跟往左邊 有的東西都大概是一樣的 兩邊也都會有自助的SIM卡販賣機 還會有這個換貨幣的 在關西機場一行 長長的航廈裡有各種方便旅客們的櫃台 包含行李置物 行動充電器租借 電信網卡與Wi-Fi機都有 若想充機提神 這裡也有咖啡飲品 販賣機 便利商店 吸煙室 另外行李寄送服務櫃台 是在北側才用喔 可能大家常常會用到的就是要買券 買交周遊卡 買一些交通票券的地方 就是Information資訊台的地方 它是在左手邊 不到早上9點 關西觀光中心就已經有遊客正在排隊 這裡有關西各地區 觀光導覽手冊可以索取 還有各種熱門的票券 都可以在這裡購買得到 外一個還有就是你一來大阪 一來關西機場 就可以馬上開始玩日本的牛蛋 它就是也是在靠左手邊的地方 我想要這兩個啦 這兩個其中一個 我喜歡大閻仔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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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馬 不要那個主角 它是誰 你看 不然在講個大閻仔啦 好緊張喔 剩一顆黃色的 有時候緣分就是這樣 好緊張喔 打啦 就跟你說吧 比卡丘 關西機場其實還有一個非常方便的交通方式 就是我後面這個麗木金巴士 這個左右兩邊都各有一個 然後你可以確認你要去的地方 大概需要多少的時間的搭乘處是在哪邊 外面一轉出去呢 就會看到巴士賣票的地方 所以其實路線還有地方都非常好找 這裡有一個機台 它是如果你有在網路線預約票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邊掃QR Code先取票 然後就可以直接出去搭車 如果你不確定巴士去的地方 或是你想要的站點有沒有的話 你可以先點擊我們介紹欄裡面 它的官網裡面其實都有很明確的時刻表 還有現在有運行的巴士路線 因為其實我覺得他們巴士路線 還沒有完全恢復到疫情前 會有非常多路線是停止的 如果你是住在大阪市區內比較大的飯店 它是可以直接搭乘這個 五號月台的巴士 它就可以直接到這個飯店的正門口 然後你就直接下車 但是相對的它的價格也會比地鐵要略高 時間要略久 可是呢就是很適合懶人啦 除了巴士可以搭乘外 站牌的對面也有計程車可以選擇 然後關西機場其實還有一個我覺得 非常特別的交通方式 就是它有這個 神戶的高速船 這一次專門想要到神戶去玩的人 然後你到關西機場以後 你就可以直接搭這個高速船 大概30分鐘左右 就可以直接到神戶機場 它現在其實有針對外國人 做一個船票的優惠 就你單程從關西機場到神戶機場 只要500塊日幣超級便宜 然後30分鐘 我覺得是非常方便的選擇 滿滿的資訊 大家都筆記下來了嗎 接著繼續前往二樓看看吧 這邊呢我們現在的地方呢 是在關西機場的二樓 後半部分是國內線的Check-in櫃台 然後還有一些餐廳 但是因為關西機場 它現在很大一部分都還在整修 所以餐廳它的選擇其實是沒有很多 雖然機場的二樓還在整修 不過美食街還是有很多選擇 也有許多的店家在這裡 可以到處買買逛逛 三樓還有設置穆斯林專用的祈禱室 往四樓就是一行的出境大廳啦 然後我後面這邊的連通道呢 它就是直接可以去搭 就是大家最常聽到的JR鐵路 跟南海電鐵的部分在哪邊 從二樓走向連通道 看到前面人很多的地方 就是搭乘地鐵的位置啦 我後面呢就是搭乘JR鐵路的售票機 它可以直達大阪室內的話呢 就是天王寺大阪新大阪京都這幾站 周圍的小站你是可以免費轉乘 然後出站是不用再補任何費用的 藍色的機台它是購買一般鐵路 還有空港極型的鐵路票 綠色的話呢就是你們在 KK Day Klook上面 買了HARUKA系列的車票以後呢 就可以到這邊去掃描QR code兌換 那HARUKA的話還有一個 特別適合HELLO KITTY ME的 就是它其實是可以選擇 ICO卡跟HARUKA列車的優惠套票 就你另外可以還獲得一張 就是ICO卡優惠套票的話 你就是必須要進到這個JR的 Office裡面去兌換囉 若想單買ICO卡也可以選擇KONSAI ONE PASS 售價3000日圓 內含2500日圓車資 還有提供多種購物以及門票優惠 因為這邊的機台才是有可以掃描護照功能的 所以要記得要在有護照標記的機台才能兌換喔 現在繁體中文按QR code掃描 然後就可以掃出R code 就選今天確認只有外國遊客可以買喔 然後就要放護照在旁邊 然後就會出現你的資訊確認 這樣子就取票成功了 那第二步是我們要來畫指定席的位置 然後預定座位 請一張一張放入車票 就放進去 然後就開選了 那出發站的話就是這個英文跟中文的對照呢 上面就有路線圖可以參考 出發的話呢是關西機場K開頭 所以就按K 然後我們要到天王寺 所以就輸入T天王寺 然後6月15號當前時間就是你可以選擇 你其他如果有要時間的話就是可以在這邊選擇 所以我就成人一張這樣 那如果你是想要在其他班的話 你也可以往後面選 就其他班次可以選擇 就這個 然後我就從座位表選擇 選擇這個位置靠窗 最後確認沒有問題以後就可以確認啊 先拿好車票 那他就會已經說已經換成指定期票券了 那如果我們現在去搭乘哈魯卡的時候呢 要入站了 就是把這兩張票合併在一起 一起放家門的機器就可以囉 這家系統還有另外一個可以抵達大阪市區的方法 就是其實你也可以搭他一般的那個關空快速 這個列車比較多是當地人用在通勤 但是如果你是住在比較小的站 或者是你不那麼趕時間 那其實搭乘這一班車也是OK喔 就是看你自己的住宿點去選擇啦 接下來另外一種交通方式呢 就是我私心比較喜歡一點點的南海電鐵啦 其中他們的特級列車就叫做Rapid 那Rapid的話呢有兩種購入方式 一個是可以在網路上購買也可以在現場購買 但是如果你在網路上購買好的話 最便宜的方案是1100 然後到這邊換票 稍微貴一點點方案呢就是1200日幣 是你可以拿到一個QR Code 那就可以直接在他們的入場的閘門掃QR Code進場 另外一個呢是我自己個人最常搭的 就是南海電鐵的空港急行 大概是15分鐘前後就一定會有一班車 就是Rapid它的話大概離風的時候 可能甚至要就是一個小時左右才會有一班車 那其實你只要搭你抵達這邊以後的 隨時下一班車的空港急行 基本上一定都比Rapid可以更快抵達市區 那當然也相對有好處有壞處嘛 因為它就是一般地鐵的座位 所以基本上沒有辦法確保你一定會有位子可以搭 可是Rapid你就可以買指定席 還有一個呢就是如果你是住在大阪市內非常偏僻小站的話 你要怎麼買出最划算的呢 那我覺得你就可以考慮買這個 5號南海電鐵的優惠套票 它的話呢就是你可以從機場到南坡 然後轉成大阪市地下鐵到任何一站 以上就是我們非常豐富 從機場到大阪市區的交通攻略啦 請大家好好參考 這邊 從連通橋到地鐵站繼續往前走 就會看到Aero Plaza 現在在這一棟呢就是從第一行下過來 然後在那個它叫什麼 忘了 Aero Plaza 對Aero Plaza 其實這一棟我覺得它真的是設計的還不錯 因為它整個其實採光啊 還有整個綠質的感覺 其實是讓人全滿放鬆的 然後這邊的話它其實就是日航酒店的大廳 另外一個住宿點的話是那個頭等艙 類似hostel的住宿點 雖然門是也是不能鎖 可是它其實都算是有一個個人的房間 然後另外就是還有這一種Cafe Lounge 其實也是有附那種小包廂 就是可能紅眼航班的時候 你可以在這邊用短時間在這邊休息 還有一個交通方式的地點也在這邊 一進來以後往左走 就會看到這幾家租車公司 然後直接下到一樓跟二樓 Toyota還有日本租車啊 都是在這一棟的一二樓 然後比較有一個特別要注意的是 因為關係機場到陸地上它是有一個通行費 其實不便宜 像Dentown通行的話是要940日幣 大家在租車的時候也要記得把它算進去 從Aero Plaza下至一樓 可以乘坐免費的接駁巴士 約十分鐘就能往返一二航廈 樂陶的話通常都是會在第二航廈出來 它其實就有三個路徑可以選 第一個就是你從這邊出口出來以後直走 然後搭這個往第一航廈的免費接駁巴士 第二個呢就是過這個人行道直走 就可以到立木金巴士的搭乘處 還有第三個呢就是它的裡面其實也有一個高速船的船票販賣處 然後你在這邊買了票以後呢 它的高速船的搭乘口其實是第二航廈的後面 所以第二航廈的就比較簡單 就是只有這三種方式 以上就是我們超級豐富超級充實的關係機場 還有關係機場到大阪的交通攻略啦 只要你好好看過這一集 好好認真畫重點截圖 那你就是眾多旅客裡面 最不茫然最流暢最自在的那一位啦 像當地人一樣喔 加油 從關係機場出發 無論是去大阪、京都還是神戶 有各種便利的交通可以選擇 讓來訪的旅客有更好的旅遊體驗 還想知道更多日本旅遊的資訊整理嗎 記得訂閱最旅速 留言告訴我們 你還想蒐集哪些旅遊資訊乾貨吧 謝謝 支持看 支持看